大家好我是跳水男 今天這一集林北真的是有在期待的喔 一直以來呢 我都很想要拍那種24小時美食挑戰啦 啊我就很好奇啊 一整天都吃同類型的食物 到底是什麼感覺呢 嘟嘟好 今天我就收到老媽家的邀請 很難聽耶 真的蠻難聽的 送啦 讓他們晉級推出了一系列的韓式料理美食啊 分別有 韓式部隊鍋 豆乳起司豚肉鍋 韓式炸醬麵 韓式炒豚粉 最後是我玩到 韓式炸雞啊 所以今天我們就挑戰 24小時 韓式料理 Yes 那另外呢 我還有選了幾款韓國的特色美食來做搭配啊 吃美食的同時 我們就順便來看看 到底吃完這些韓式料理 你們不會會變韓國人啊 你們不會台版送中雞啊 超四個 什麼時代還在送中雞 你們不會都送Airplane啦 幹怎麼辦啊 我這樣會變韓國人才有鬼啦 廢話不是說我們可以動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師傅 這包裝打開裡面有主要韓式部隊鍋的湯底 韓式部隊鍋 韓式部隊鍋 然後還有這個 市面上常看到的 不倒翁的 泡麵 起司片 Fire All in啦 All in啦 Hold it 你有沒有看到星星小漿場變 他膨脹了 因為那個啊 熱帳冷縮 你是在開黃槍嗎 沒有啊 我這個大石怪實量我覺得一人份是蠻多的 因為你看他原本湯底就已經蠻多了 再加上他那個不倒翁的拉麵 這這麵啊 澎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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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各位 那我們第一道就來吃老媽家的韓式部隊鍋啊 這個大概兩人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裡面的配料啊 基本上就是年糕然後星星廠 然後他們還有附上不倒翁的泡麵跟一個起司片啊 味道很濃耶 我們現在來把它吃看看 喔 飄秀 給你們看一下 松中雞怎麼吃部隊鍋啦 喔 好燙喔 中雞龍啦 中雞無天龍啦 再我們吃看看他們的星星廠 吃吃看快點 我覺得他們的口味算是蠻道地的韓式啊 辣度的部分我個人覺得是大概小辣的程度 整個就是酸辣酸辣的 很可以餒 這些味道啊 嚇到我了啦 那我在這邊建議一下大家 這個可以一個人口味加水稀釋啊 我們剛剛有加了大概100cc的水 口味還是蠻重的啊 現在吃的話味道非常的濃郁 但是整體來說會偏鹹了一點啦 嘖 下面一味 裡面就有一包烏龍麵體跟韓式雜醬 OK 各位 那我們第二款就來吃他們的韓式雜醬麵啦 先把醬給倒進去啊 它裡面有一個薑的味道很重耶 這感覺就很像韓國道地的那種雜醬麵 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吃那種麵條比較Q的 水滾後煮一分鐘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給他吃吃看 真的麵條煮一分鐘蠻Q的耶 來喔各位他們這款雜價麵 我個人還蠻喜歡他這個醬的 他裡面就是用那個香妝醬 然後洋蔥、櫛瓜還有豬肉 下去熬煮的 吃起來鹹甜鹹甜的 搭配他這個Q彈的麵條 舒服啦 他那個醬的味道很重耶 剛好殺菌啦 他那個醬裡面就充滿蔬菜的甜味 你知道嗎 整理來說這款如果你喜歡吃韓國雜醬麵的 我個人是蠻推薦的 整個味道就是鹹香然後帶一點甜味 整體吃起來完全不會膩口耶 下面一位 再來第二款 是我們的醬油蟹啊 那我必須說我個人還是第一次吃這種醬油螃蟹啊 整隻的我還是初體驗啦 有一種燒酒蕾的味道耶 喔 媽的真的有燒酒蕾 看到他這個整個殼上面都是蟹膏耶 感覺很猛耶 看著我們醬油蟹啊 公的會有膏 母的會有軟嗎 啊他膏跟軟都有 人腰蟹 你試試看 這是鮮嗎 這是驚雄的嗎 怎麼有一個扯鼻很重耶 這是正常的嗎 你覺得好吃嗎 因為它裡面就是生的啊 所以已經會有腥味啊 我吃不太習慣耶 有一個腥味耶 腥味電視台 笑不出來耶 誇張齁 直接吃了 看你鳥我不太敢吃耶 各位冰冰叫 好辣耶 你有辣椒嗎 滑溜溜 那高吃起來真的蠻爽的 但是因為畢竟它是生的耶 一大口進去 蠻可怕的啦 鹹鹹辣辣 又甜甜 我應該不會再吃第二次醬油蟹啊 它雖然很猛 但是不是我的菜啦 醬油蟹呢 有腸鮮到就好 下面一位 再換我們的韓式炸雞 那他們除了有肉之外 裡面還有一包韓式辣醬 倒進去啊 法式甩鍋 來喔我們的第四道啊 韓式焗焗鷹啦 他韓式炸雞賣相非常吸引我耶 基本上它這個就是食用五穀的雞腿肉 我們現在馬上來給它吃吃看啦 這款很可以買耶 比我想像中的還不辣 重點是 我覺得它的甜味非常的重 它的尾韻會夾雜著一點點的辣味 感覺是那種胡椒的香氣耶 我會喜歡它的韓式炸雞圓就是 它外皮帶了一點微微酥脆感 然後裡面是非常的鮮嫩啦 我覺得它這個整體吃起來 蠻適合當下酒菜的耶 或者是你晚上半夜肚子餓的時候啊 微波一包來吃 下面一位 豆乳起司豚肉鍋 好 你知道佛陀開店會變什麼嗎 釋迦摩尼佛 錯 佛陀俠 爛屎 然後我問你館長去找完美之城吃早餐 不知道 找完陳之翰 爛屎 它肉其實蠻多的耶 好來 接下來這款是我們的豆乳起司豚肉鍋啊 他們這款好像是改良韓國的豆渣鍋啊 裡面的配料其實是蠻豐富的耶 肉片的部分給的還不少耶 然後還有泡菜金針菇跟年糕啊 整個味道非常的濃郁耶 血會胖 我覺得他們這款比部隊鍋還要辣上好幾倍耶 它這款肯定是我們今天吃下來最辣的一款啦 重點是它的辣度是非常厚勁的那種辣你知道嗎 我覺得它這個湯頭我們已經加了大概200cc的水吧 它的味道還是非常的濃厚 然後再搭配他們有使用多種的蔬菜下去熬煮的湯頭啊 辣中帶甜你知道嗎 我看韓國人好像都會把這個淋在白飯上吃喔 那個後勁搭配那韓式辣醬的香氣啊 如果你敢吃辣的話啊 這款可以嘗試看看啦 這等一下太乾會不好吃 來喔 韓式辣炒年糕 這味道挺特別的耶 為什麼這麼辣 酸酸辣辣的耶 然後還甜甜的 這一排的啊 有勃記啊 年糕吃起來軟Q軟Q的非常有嚼勁啊 感覺吃起來沒有那麼習慣 但是吃著吃著會上癮耶 它那個味道非常開胃耶 按照慣例啊 留給我姐吃 一人一半 感情不配色 吃東西不要講話啊 舒服 OK 各位 那我們這一款呢 老媽家的韓式炒冬粉 那他們這一款的料理方式其實非常簡單喔 只需要用微波2分鐘就可以了啦 Fire 它這一款標榜的就是你可以加熱吃 然後也可以冰鎮之後再吃啊 涼拌菜的概念啦 我覺得它整體香氣 跟剛剛那個炸醬麵有點像耶 一樣有一個薑的味道喔 薑薑薑薑薑 薑的味道啦 然後它裡面除了麵體之外啊 還有蠻多的木耳跟香菇喔 然後再搭配蒜頭跟肉絲下去拌炒啊 整個味道非常的... 蛋糕味啦 它這一款的麵體我個人蠻喜歡的耶 吃起來QQ的蠻有嚼勁的耶 咀嚼中你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那個蒜頭的味道跟香油的味道非常的濃耶 而且味道蠻和諧的 那整體來說呢 它們這一款的調味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偏重口味一點啦 會越吃越順口味啦 下面一位 最後壓軸是我們的韓式甜點啦 那甜點的部分呢 我選的是韓式馬卡龍啊 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韓式馬卡龍跟一般的馬卡龍差在哪 所以呢 我就跑去韓式咖啡廳 跟他買了這三個馬卡龍 韓式的馬卡龍好像是鹼糖配方啊 他們的馬卡龍厚度相對比較厚的喔 再來就是 你們有看到這造型 Flower啦 跟我們一般吃的那種馬卡龍造型就是比較不一樣 先來吃看看喔 吃起來好扎實耶 甜而不膩帶有一點微微的黏牙感啦 送你一朵花 讓你發發發 喔 酸酸甜甜的 我怎麼覺得 我們甜點的部分吃的比正餐還要快 好了影片就到這邊 那以上是這次的20小時韓式料理挑戰啦 一整天都吃韓式料理 會變金正恩啦 金小胖啦 那同時我也來推薦幾款我喜歡老媽家的幾款 像是韓式炸雞跟韓式部隊鍋 還有我們的韓式炒冬粉啦 我個人是蠻喜歡它那個醬耶 甜甜的帶有一點微微辣 重點是 那個雞肉真的蠻嫩的耶 再來就是布瑞鍋的部分啦 它那個湯頭真的是非常濃郁 辣度適中 我的菜啦 很適合囤幾包再加放啦 那他們目前在老媽拌麵的官網 熊貓超市還有PC用跟MOMO都買得到喔 以上喜歡我的影片朋友記得幫我追蹤加訂閱 還有我的IG跟臉書也要幫我追蹤喔 我們是說